我是海芬 我是雅勤 欢迎登上梦想起飞号 创业 梦想 时尚美容 生活风格 最知性与感性的话题 通通都在梦想起飞 大家好 欢迎收听梦想起飞 我是庄雅勤 我是海芬 你现在收听的是 北部FM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 陶珠苗FM90.7好听广播电台 大家可以下载这个 Pub Radio的官方APP 就可以跟我们及时互动哦 好的 在今天的梦想起飞 因为雅勤老师是 对于美这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专家 先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因为现在夏天到了 是不是只有夏天才需要防晒 或者是不化妆就不用防晒 这些观念 你要不要帮我们导正一下 我觉得一年四季 其实都要防晒 像我自己 我自己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 洗完脸 就是很基础的什么精华液 乳霜 擦完之后 一定要记得擦防晒霜 才可以出门 而且最好最好 如果你是比较敏感的皮肤 有些人的皮肤很敏感 对那种阻碍线 特别敏感的人 最好你就戴个帽子 再撑上一把伞 你看日本的女生 她们都很习惯 她们很习惯 一年四季 一定会擦防晒霜 然后一定会戴一把伞 而且这样子 这样子其实可以预防老化 因为太阳过度曝晒的话 其实老化的速度会变快 比如说可能脸上会多长一些斑 也会多长一些皱纹 所以如果防晒做得好 其实要年轻十岁 应该不会太困难 没错 其实刚刚老师 跟我们讲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只要一晒就会老十岁 所以很多的女生朋友们 其实知道要防晒 但是防晒的方式做错了 那我们有整理一个 就是防晒的五大错误 大家看看你有没有犯这些错误 比如说使用量的不足 大家都以为差一点点就够了 其实不是 是要十元一米这么大 才是一张脸要用的这个量 再来就是隔离霜取代防晒乳 因为隔离霜它有防晒系数 但是有了隔离霜 它的防晒的系数还是有限 所以您的防晒乳还是要用 再来出门才想到要涂也不行 因为建议前十五分钟就要先涂抹 然后就是阴天不抹防晒 再来就是自己以为是白肉底 就是不是那种欧巴黛就不用防晒 其实不是 因为防晒除了是不会变 比较不容易黑之外 其实也是保护我们的肌肤 那老师你怎么选择你的防晒乳呢 我其实是都会差三个A 然后我会选择五十 就是五十的系数 我的系数会选择比较高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容易晒黑的人 我就是那种很敏感 就是我可能晒半个小时 然后我就要 皮肤就会受伤 对 我皮肤会受伤 很敏感 所以我其实是不太敢晒太阳 所以通常我是白天不太会去外面户外运动 我白天就是在办公室 我去外面运动应该会选择 就是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譬如说七点以前 晚上是八点以后 是 对 才会去户外活动 对 怎么感觉好像是那种吸血鬼的感觉 对 由太阳不敢出去 对 其实也要告诉大家 因为紫外线对我们的皮肤造成伤害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就像刚刚老师说的 就是你们在选择这个防晒乳的时候 它希望就是冬天能够是SPF30以上的产品 那夏天至少要SPF40 那PA至少选择两个加以上的才是防护力足够的 而且要提醒大家 就是不管就是你有没有化妆 你只要擦了防晒乳 还是要正确的卸妆 因为要不然其实某种程度 它就是残留在肌肤当中 你还是容易比如说长痘痘啊 或者是皮肤 敏感 对 还是会比较敏感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皮肤 洗干净 对 然后皮肤癌的很大的原因 也是因为严重的曝晒 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这个 一开始的梦想起飞当中 就是要告诉大家 女生梦想要能够成真的 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 就是让自己 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每一寸肌肤 才能够用一个最荣光焕发的姿态 去迎接你的梦想 创造你的人生 那所以在今天的我们的梦想起飞 邀请到的梦想大人物呢 大家应该对她很熟悉 因为如果你是以前很喜欢看 外籍节目啊 综艺节目 她是一个很聪明的女生 她现在也有她自己一个 非常棒的这个品牌 当然就要请爱丽丝 来跟我们聊一聊 那也要请这个庄小青老师 待会就你前辈的方式来告诉她 有没有什么需要提点她的 好 没问题 下段节目我们就要邀请阿丽丝 来跟我们聊天咯 我是海芬 我是亚青 欢迎登上梦想起飞号 梦想大人物 欢迎回到梦想起飞 我是庄亚青 我是海芬 我们在今天的梦想大人物 我们要邀请到 因为我们以前算同行 然后现在呢 她是女企业家 没有没有没有 她是大老板 没有没有没有 欢迎爱丽丝 嗨 大家好 听众好 两位主持人好 阿丽丝 你好 你好 对 因为先先请爱丽丝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对你的所有的熟悉度 当然就是艺人 不管是你演戏也好 主持也好 还有个人的出书也好 这些是大家对你熟知的 嗯 那你现在是什么什么的创办人 我觉得这个要从你口中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那我正式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新的身份 就是我是唯有机 We Organic的创办人 爱丽丝 你们好 对 这感觉很酷 以前都是说 大家好我是爱丽丝 然后就开始可能要就是配合观众要搞笑啊 然后还被外景泼水啊 干嘛干嘛的 就是以前有脚本 对 对 尤其是主持的话 都会给你一个脚本啊 给你一个round down啊 会告诉你今天你应该说的方向是什么 可是现在就变得是完完全全自己要做每一个决定 是 对 你要决定 这个品牌 这间公司 他接下来的目标跟方向 所以我觉得本质上真的差很多 对 但是某种程度 我觉得像雅清老师跟爱丽丝一样 你们两个相同的点是 主持节目或者是拍戏 是人家给你们脚本 给你们剧本 可是两位是自己在写自己人生的剧本跟脚本 这个是不一样的状态哦 我觉得这也是因为为什么我后来想要创业的原因 是因为我在演艺圈其实我大概二十岁的时候二十一岁就入行对那一开始的时候是做VJ就是音乐频道现在应该很多小朋友都不知道什么是VJ的吧 我觉得小朋友很多都不知道什么是录音带了 对啊 也不叫船尖机吧 太惨 那我那时候入行我就一直在演艺圈里面我那时候合约签得很长 我有前期是VJ后来我就开始做综艺主持 然后做外景节目 我一签就是十年的合约 等于是我二十岁到三十岁我大部分的时光都是在摄影棚里面度过是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慢慢慢慢开始有一个声音就在心里面越来越强烈就觉得我好像每天都在穿人家要我穿的衣服 然后希望我说他们希望我说的话那我要去的地方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地方可能是这个记者会那个主持 就是大家在决定你下一步在哪里 所以一直到三岁我合约到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心里想说好吧那十年就是二十到三十 我也算是经历过了演艺圈十年就是各式各样不一样的风景 那我就想说三十到四十我要好好的为自己活一次 因为我觉得四十之后你可能开始就是顾上顾下家里有长辈可能又会有小孩 那时候又变的是一个很难就是伸缩自如的时候 所以我就想把握我三十到四十岁的时候 试看看自己可以就是你知道变出什么花样 可是我那时候没有想说我要创业 我只是想说我要离开我原来的生活圈工作圈跟原来的生活的轨道 我想说去闯看看看会自然而然走到哪里 那请问你你在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会选择就是说要自己创业呢 我其实最大最大的原因说起来就是其实有一点点好像是逼不得已 但是其实我觉得也是心里面其实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向往 我在三十五三十六的时候那时候我生了 我已经有第一个孩子 然后那时候孩子两岁半 然后那时候我的丈夫他离开我们了 那我当时就要面对的就是我身为一个单亲妈妈 我要独自去抚养这个小孩照顾他 同时我还要就是工作 那当时其实在演艺圈的工作 那时候算是做得还蛮不错的 就是手上有蛮多个代言啊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节目在主持 但我发现到演艺工作是这样 你越投入你越说欢迎 其实你越少时间可以待在家 因为越多人会想看到你嘛 那你越需要舞台嘛 可是小孩最小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是很需要母亲的 尤其是在单亲的家庭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条就是那时候经济公司我说 要不要去内地发展 那时候很流行实镜秀 那一去就是三个月不能回来 那你小孩就得放在台湾 那可是这绝对会是 对接下来的事业是有帮助的 那另外一个就变成是说 我就在台湾可能上上通告 就接节目以小孩的时间为主 那有什么工作结什么工作 可是在那个时间点 其实我那时候内心一直都很希望 能够做一些自己的东西 但我不知道我想做什么 很多人说我想创业 可是我不知道做什么 我很常听到这个 我想创业我想做生意 可是我不知道要买什么做什么 我也是 所以呢 这是一个很凑巧的机缘 就是我带着女儿 我们两个去南发 其实那是给我们两个 就是在当时的一个 算是原理 我们去那个历史吗 我们去普罗旺斯 普罗旺斯 就是历史 普罗旺斯 对就是都是在南发那一区 历史靠海边嘛 那后来我们到了那边以后 其实就是给自己一个多月时间 我跟小孩先远离台湾 我们也想要进一下 那我也再重新思考下一步 就在那一次的机缘的时候 我开始接触到有机的产品 因为我女儿她有很严重的异味性皮肤炎 她从出生之后就一直要涂类固醇 所以其实我后来开始慢慢对什么产品啊 乳液啊 什么化妆水的成分很在意 给小朋友要用什么涂什么 就我到法国的时候 我那时候刚好在那边当地认识了一个 以前我在日本念书的时候的一个同学 他嫁到那边去 那他的一个朋友又邀请我去了一个有机展 就是因缘际回 你想都没想到 我一踏入那个大门 我看到满满的就是你看到的 想得到用得到给宠物的 你要洗衣服的 就是他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无毒有机 而且是没有任何化工农药的生活方式 一个lifestyle 我看了以后我整个就着迷 我想说为什么台湾没有这么成熟的 这么多选择 我只是一开始我们去玩 然后发现到这个契机 我回到台湾之后 我就开始一直在思考这件事 那我就开始祷告 那我就开始聆听 我就想说也许我试看看 再者是刚好台湾那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那时候就是有很多黑心油 然后还有一些黑心奶粉 那我那时候刚升为妈妈 你知道什么一点这种小事 都会搞得我们神经紧绷 我就想说 其实当时我接很多业配 因为我在做那个社群 所以会接到这种工作 我想说与其我都是介绍别人的产品 我也不知道里面的产品 其实是不是真的适合每一个人 不如我自己来挑 等一下我先miss给一下 爱丽丝你这样讲 我们会觉得我们接业配的人 就是要做功课 因为你不能随意接 就是我 是啦 因为毕竟就是还是有那个责任 因为大家喜欢你 信任你 所以就会相信你的选择 那因为毕竟就是说 业配有的时候一个月可能量多 你会有很多厂商嘛 那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时间 可以精挑细选 所以相对我那时候就觉得 与其这样我不如把我所有的心力 拿来去找我自己喜欢的产品 我相信的 所以我只是起了一个小小的开端 我只是想得很天真 但我没有想到一路就 就坐下来 就玩很大 就是 我觉得这也是爱丽丝可爱的地方 因为你好有勇气可以放弃 你在你 你刚刚说不管你们想要安静一下 或者是你要换一个工作环境的那个当下 你是很受欢迎的艺人 那时候其实工作算 就是不是算已经走不下去了 对 你算是在 因为你看你一签演艺圈的这个合约 第一纸合约 你就赶签十年 我觉得这也是很大的勇气 然后说要你放弃 又不是说已经不红了 要请经纪人去拜托找通告 或者是找业配 或者是做一些奇怪的业配的同时 你又放弃 所以那个时候以演艺圈的 我们这样看都觉得 爱丽丝中高 就是你怎么会 就是如果我们用经纪人的角度 都会很想骂你说 那时候我一起搭档主持的那个综艺节目 天才冲冲冲 我那时候一主持就是做了快七年 我记得我那时候决定要把节目请辞掉 然后我决定要先去日本念语言学校 当时我的节目搭档就是 晨晨哥跟乃哥都说 你一定是有男朋友 要不然就是你怀孕了 就是一般人的逻辑可能会觉得 那时候你就正好啊 然后三十岁 其实在演艺圈 其实你当一个新人 其实前面几年真的是要慢慢的练功 然后让大家认识你 三十岁也是其实开始要收割的时候了 三十岁还这么年轻 对啊那你那时候你一个人啊 带着你的小孩在异地创业 真的很不容易 对那时候真的好辛苦 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 如果我知道这么辛苦 我还会不会做这件事 你想到跟法国人 其实你要谈事情合作 是非常花时间的 那因为当时谭代理 大家都会大部分的厂商都会觉得 我不知道你是谁 就算你在台湾有公司 你讲的你很厉害 但我不相信你 对 尤其是你又不是已经成功的公司 你是一间草创的公司 你讲半天你拿不出个东西来 所以后来逼得我 必须要在法国直接就是开一间公司 那在法国开一间公司 就是一个很漫长的 你知道不管paperware啊历程 所以后来我就直接搬过去 对好的 我们刚刚先听到这个爱丽丝 她想要创业的契机 以及她很勇敢的 就是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开启她的新的工作 那下一段我们要聊聊看 一定有非常辛苦 跟已经崩溃想要放弃的那一刻 不管是你沟通也好 甚至是代理的过程也好 下一段节目我们来听听 就是创业一定有写类史 但你闯过那一关 就可以有自己属于 就是你想要的企业 我是海芬 我是亚青 欢迎登上梦想起飞号 欢迎回到梦想起飞 我是庄亚青 我是海芬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唯有机的创办人爱丽丝 我们刚刚在上一段节目 听到就是很多的女生朋友 或者是男生好了 就是当你人生当中 你一定会有一个很期待的 是我要做一个我自己的事业 我不想要当谁的员工 我才可以掌握我的人生 但是创业这件事情 都是我们常常就是听到 包含我们自己都会觉得 我到底要选哪一个东西来创业 才会成功 就是如果有早知道 这件事情多好 就是这件事情 哇走不通我不要做 所以对于爱丽丝来说 如果现在要你 跟当时去到法国 想要创业的你 你会跟她讲什么话 哇这问题真的好难哦 我不知道如果我一开始就知道 原来创业是这样的话 我还有没有勇气做这样的决定 因为一直到现在这个时间点 我都会觉得 我不太敢随便劝人家创业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有创业这个梦 那其实真的 现在开始创业之后 一直到现在已经是第五年了 我觉得创业 尤其是你要做一个老板 你要做一个负责人 其实你要承担非常多的压力 对 因为你肩膀上有很多的责任 而且这个是无止境的 因为你只能让这个公司 跟这一个企业越来越好 对 你不能让它越来越不好 当然 所以我觉得几乎好像没有 真的可以很松懈的一刻 所以在中间必须要很多的调试 这个是我一开始创业的时候 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肩膀会那么重 我大概在创业第二年的时候 我真的就跟我自己讲 这个时间点你要么就放弃了 如果你接下来决定要继续做 那就请你好好做下去 可是你在法国 你又是带着孩子 对 然后你要开一个你在法国那边的公司 尤其又是外国人的身份的话 是 这一些你怎么搞定啊 我觉得从一开始最困难的 真的就是要从我的签证开始 我想都没有想到 就是我那时候一开始跟就是在台湾的这个法国经纪部 我们已经有开过会议了 然后他也知道我整个business的五年的计划了 他最后给了我一个签证 然后让我去法国那边创业 结果一到那边之后 我就要去你知道巴黎啊 他中间有一个西体岛 就是靠近圣母院那边 那边呢只有三个建筑物 一个就是他们最高法院 一个就是他们最高警察署 一个就是他们的最高商业署 对就是这样一个mothership 在那个岛上面 我几乎花了三个月都在那个岛上面 就是一就是从本岛 我只有没有去法院 OK 法院我没有去 但我每天就是在警察署跟商业部 这样两边跑来 因为我去到警察署之后 他们就跟我说 我没有办法给你拘留证 对 我说为什么我已经有签证了 为什么不给我拘留证 你要变更你公司的形态 那因为我在那边开的是 在法的办事处 因为我台湾有总公司 他就跟我说不行 你要变更成你在法国也有一间公司 对就是变成还要有另外一间公司 重开 天啊 哇塞 问题是你知道 你到那边的签证可能他只给你30天 要你搞定好你的拘留证 你如果拘留证下不来 你就得出境 我还带着孩子 对 我出境就算了那孩子怎么办 妙的是小孩不用签证 他要待180天360天都没有人管 然后他那时候又要上幼稚园 对 所以变成是我要想办法把我自己可以留下来 我才能开始真的去创业 对 所以光是这一步我就花了三个月 因为我的法文没有很好 所以我一开始去的时候 尤其是法国的公机关 其实他们跑流程非常的繁琐 跟步调很慢很慢 我觉得一开始真的是我始料未及 我完完全全就是觉得 这就是来操练我的耐心 好恐怖 所以你这些跑公机关的所有东西 他们是法文 全部啊 而且他们不会跟你说英文 天啊 那你还可以跑三个月 还可以搞定一个公司 这已经很厉害了耶 我连中文我觉得要跑公司都好害怕 当然那些文件啊 有一些非常的专业 所以我有请会计师帮我看 然后我后来那边也有找律师帮我看 那当然我是找那种在那边可能已经开业很久的华人 那我也是从经纪部这边可能给我一些口袋名单 他们认证过是在那边合法的有口碑的 可能也是当地有在做一些文化交流的 我先透过这样然后跟他们咨询付钱 对学习 因为就像在台湾其实从商你也是从头学 因为学校也不可能教你全部的东西 所以我是在那边跟这些专业人士询问他们这表格怎么写 那他们可能就是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的钱一开始 不然其实他们甚至可以帮你跑代办 哦对对对 对对对 但是没有那么 就一条龙服务 对那因为你看人家如果台湾也是大集团 一定是你知道交给人家 但我必须说你还好没有找一条龙服务 不然你中间不会学习到很多的小的美感 是是是是 对没错 你一开始的时候啊 这个代理这个法国的这个有机的这个品牌 嗯以这个为主你为什么会选择法国 因为那时候我看到这些有机的产品之后 然后我慢慢去研究 那其实在整个欧盟 应该算是现在全世界所有的有机验证单位里面 他们是最严格的 那因为这个认证单位叫ECOSER 那其实全世界有美国也会有他的有机认证的标章 也有有机验证的组织 各个国家都有 那现在全世界最严格标准就是最高的 就是在欧盟 那现在在欧盟里面只有两个国家 他们政府花非常多的精神时间 尤其是预算在培育这个有机的产业 就是法国跟德国 对 所以呢 其实你看法国他们是不生产任何瓶器的 嗯 他们瓶器都是丢给西班牙 意大利或者是荷兰 嗯 他们不污染他们自己的环境 因为他们放在农业上面 对 所以他们开始致力于完全不要农药的这一种有机农业 对 那这种植物萃取出来的 他们再拿来做成保养品化妆品 对 那不用说啊 法国的保养品化妆品 其实他们的法规也非常非常的严格 嗯 那其实他们在这个产业里面也算是历史非常悠久 嗯 所以我那时候经过了就是一番研究之后 我们那时候就是先从法国开始 但是其实现在在唯有金里面可以找到丹麦的 对 我们有代理丹麦的品牌 嗯 然后也有德国的品牌 嗯 然后也有美国的品牌 也有澳洲的品牌 嗯 只是我们大部分80%都是法国生产制造的 嗯 所以目前现在是以代理为主 有没有我们也有在法国自己开发生产 对 所以像我们现在 大家如果有上到我们的网站上 或者保护公司专柜 卖的最好的就是像这个存露的 有机的存露花水 嗯 那这完全就是在法国直接开发生产制造 然后我们有一系列的有机的精油 然后或者是一些 比如说有机的按摩油啊 可以瘦身的啊 先体的啊 或者是一些我们叫滚住精油 你知道那时候你快感冒了 晕车 嗯 这种就是我们觉得完全不要有任何农药 有机的这种直接植物萃取出来的精油 它是最好的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就是在法国 对于是在那边设立了品牌 嗯 然后在那边直接做development 就是发研发 对 然后接下来其实还会有一系列的各式各样 就是original的产品 嗯 所以我们有带领 然后也有自己的产品 对 那现在你看你现在是创办人的角度 跟高度 以前的艺人的话 只要顾好自己 你的演艺事业就算很成功 嗯 可是现在要带整个公司 包含还要跨国的 你是一个怎么选员工的标准呢 我觉得选员工的标准 这个也是我一路上在学的 嗯 因为我以前刚开始面试的时候 我完完全就是你知道看到人家坐在我前面 我就忍不住那个爱丽丝上身 要访问是不是 不是就忍不住就是想要人家喜欢我 啊 因为做艺人做公众人物 你会希望人家喜欢你 你会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想要 讨好 对 那甚至聊一聊 已经不是在问这个人的专业了 就会说 哦那你平常都做什么啊 就是你知道开始闲话家长 对 但是一路上面这样走着走着 慢慢就会开始知道说 哦就是 需要的人才 然后 还有以前可能跳到了一个人才 我觉得哦 我觉得好适合 但是他后来没有来工作 我就会觉得哇好懊悔 现在慢慢心态也都不太一样了 现在反而会觉得 人是最重要的 就这件事情要成 跟公司里面是什么样的人 大家一起共识跟完成 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选人的部分 反而我变得非常的急扯 哦 对 该不会还要看一些星座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星座倒不至于 但是就不会 因为简单的一些沟通 就会直接 可能开始共合作的机会 可能会有再多一点点 比如说真的在专业上面 他能够提出一些 更清楚的 可能他的成绩啊 对 或者是可能再给他一些 更多的状况提啊 看他怎么去应变啊 那因为我们蛮需要 很会外文的同事 对 尤其是我们每天 几乎都在跟法国那边开会 是 所以我们也会 就是在面试的时候 就是各式各样的 你知道不一样的观看 你要不要举一个例 就是你的面试的 你觉得他回答最好的题目跟答案 题目跟答案 我很喜欢问 就是说 你有没有就是想一下 现在如果你开始 接了这份工作 五年后你可以想象 你的样子 跟你那时候在做的事情 对 还有那时候你一个月领多少钱 有听过最有趣的回答吗 他就是 我不知道耶 五年后 我希望可以嫁给一个很有钱的人 然后我可以不要上班 对 对 然后我还想养两只猫 他就这样跟我聊起来了 这也太可爱了吧 这个小少女 我觉得那个什么 那个找员工 找员工 前辈的 我其实最喜欢的人是企图心 对 我觉得我最在意的不是他的学历 对 我觉得是他的工作态度 对 还有这个人有没有企图心 如果他的企图心 比如说我刚刚接到这个问题 如果我的回答是说 我觉得我的五年后 我想象我的样子是 我可以在这个行业专业到 我要把你的公司买下来 他如果这样回答 请问两位大老板 不太可能 这是他的创意回答 就是他很有野心 但是我会想知道说 那这五年 你会用什么样方式做到 所以你不会担心说 他这样子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 然后你会觉得 企图心跟野心不一样 企图心是好的 那我想请问一下 企图心跟忠诚 你会选哪一个 两个都要啊 不能选一个 你只能选一个 人才没有这么多 还两全其美 因为一个人 忠诚度是最基本的 那个是 那个不算在里面 那个是人品 对 那个是人品 所以那个是 忠诚度 对 那你在一家公司上班 你对你的老板没有忠诚度 那你把老板给卖了 其实这是当老板会担心的 对不对 对对 没有那是人品嘛 其实忠诚度是最基本 最基本 最基本 因为我们比较常当员工 很少像两位变成大老板 所以都会用员工的角度说 我当然可以忠诚 我也可以给你们充分的企图心 但是请老板们 要给我们很稳定的工作环境 跟很有前途的工作的那种 身迁管道 对对对 而不是说 比如说我如果在以前的公司 我做了十年 我的薪水就卡死 你给我调薪 每次都调个两三百 那我为你拼这些要干嘛 所以这也是创业的时候 你要想到当你变成老板的时候 你就不可以再用员工的角度 把自己当员工不是 而是你要怎么样设定一个 更好的天花板 让员工愿意为你创造一片天空 那是一个公司的制度啦 就是说你在做这个招募训练的时候 招募人的时候 就是应该是制度化就好 对 把公司化制度化 把制度化就好 是所以在这一段的梦想起飞 大家知道 你要创业的时候 可是不会有老板那么小气的 两三百 两三百 太小气了 我真的遇到 那他真的尽力了 我觉得他 我就说谢谢他 他尽力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辛苦的地方啦 因为老板跟员工 如果你们没有一条心的话 其实我给你讲是 毁了老板的创业梦 也毁了员工 他想要努力的感觉 好的 那在下一段回来 我们要请爱丽丝 帮我们想一想 就你的经验 如果要给想要创业的男生或女生 有什么样要提醒他们的重点 下一段节目回来 梦想起飞 继续跟大家分享 我是海芬 我是亚青 欢迎登上梦想起飞号 梦想大人物 欢迎回到梦想起飞 我是庄亚青 我是海芬 我们要邀请到的 唯有记的创办人爱丽丝 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一段 就像我刚刚问过 如果现在的你 跟当时创业的你 你要怎么跟他说 难跟不难 如果要跟想要创业的年轻人 或者是二度就业 三度就业的人 你要提醒他们什么 在创业的时候 以我的经验来看 只要先把目标设定好 然后把你的失败最惨的状况 是什么 先想好 算好 就是如果今天 你做了这件事情 到最后不成功了 你会失去什么 或是你会损失什么 就是把这个up and down 都先想清楚一遍 如果你觉得 如果就算是这样 你都可以去付出 我觉得就先做再说 因为我觉得 很多事情就是 真的要先做再说 就像刚刚其实海芬一开始 有提到 三十岁你就把节目辞掉了 你说真的 你要我再想两个月 我可能不会辞了 很多事情在人生里 就是你一想多了 你就顾前顾后了 有的时候就是 一个念头 一个想法 只要把那个最糟 所谓我们讲的停顺点 想清楚了 其实只要还年轻 我觉得都可以去试试看 闯一闯 尤其我觉得 现在这个大环境 就是我觉得 现在年轻人 跟我这个generation 我都觉得 他们有梦想这件事 又更难更小 他们很多事情 可能只能发生在 社群上面 可是实际上用双手 要去打造出一个东西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环境 又更多难度了 所以就去试试看 其实我这一路上 我真的体会到很多 不是我真的学会了商业上面 有多么厉害的技巧 是我看到了我身边 有多少真正的朋友 这一路上 在我创业的时候 他们是那一种 好啦 没有关系啦 我帮 就是你知道 扶你一下 帮你一把 有的时候做着做 你都会觉得 这不是钱买得到的 你可以看得到这一种 就是人跟人之间 他看到你的梦想 一直在努力的时候 他看到你带着孩子 一直在努力的时候 他想要就是 给你一点点加油打气 那种感动 是我觉得这一路 在创业里面 就算失败了 有一天 我还是会觉得 是我最大的收获 就像我们有一支 护手霜 这支护手霜是我们 卖的非常好的人气产品 可是很奇怪 一开始我代理他的时候 我不看好他的 有一天 我突然接到台北的一个电话 就跟我讲说 或者说没有货了 我卖完了 我说怎么可能 他不是一天才卖三支的东西 突然几百支 一天就跟我讲没有了 真的就是一个很感动的故事 是我那时候都会在 Facebook上面 拍我在巴黎 每天创业碰到的困难 碰到的事情 然后我跟我女儿 都不会讲法文 她刚去上学的时候 然后她晚上回来会一直打我 是真的打我 她会跟我说 妈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对 会把她丢在一个人生地方 因为她在学校里 她都一个人坐在角落 然后全部都是 金法碧言的法国人 只有她一个东方小孩 所以我那时候晚上 常常就抱着她这样 一直哭一直哭 我们两个都爱哭 我们两个就常会说 我们一起努力嘛 我们也加油 尤其是妈妈也听不懂嘛 就是你知道 所以我都会分享这些 有时候碰到开心的事 比如 我们可能在巴黎的路上 那我女儿可能又在社委去哭了 就会有路人走过来 就抓着她 就说 妹妹 人生应该浪费在开心的事 法国人都是哲学 所以我每天就在记录这种 每天就是要在拍电影 每天都是一个小偶像剧 然后呢 其中一位客人呢 他是在日本料理店 打工端盘子 所以薪水不高 然后有一天 他就发了一个讯息给我 他就说 爱丽丝我每天看你这样 我就想说支持你一下好了 但我真的没多少钱 所以我买了你们最便宜的东西 就是护手霜 对 结果他就拍了一张照片 现在用了七天之后 他原本是整个手 因为服务业嘛 脱皮嘛 七天后他整个就好了 他就私讯给我 对 觉得很感动 因为我那时候常常会收到这种鼓励 我只要一收到我就会截图 然后就分到社群 就谢谢大家 就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就没想到那个护手霜 就因为这个原因 后来就大家开始尝试 那因为他的效果也是真的好 所以后来他就变成是 我们反而现在哦 从我当初代理的时候 我最不看好的一个单品 到现在变成是我们 年度营业里面的前三名的单品 太棒了 我觉得很棒 我觉得其实是最后这个故事 我觉得都要给任何想要创业的人 你们要想一个重点 就是不要把你的消费者当成是你赚钱跟买房子的提款卡 真的不是 因为有的时候你的心态只要一转 你把它当成是自己的家人的方式的用心 他回馈给你的是你想都想不到 很谢谢我有记得创办人爱丽丝 谢谢 对 从演艺圈看到的小美妹到现在有这么好的成绩 还好 对 也要谢谢雅清老师 他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在创业的时候 要提醒大家的重点 企图心 是的 没错 好的 那我们的梦想起飞就下礼拜同一时间见咯 下礼拜下周日的下午四点钟 也希望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一起梦想起飞 谢谢爱丽丝 谢谢雅芬 谢谢老师 谢谢张老师 谢谢 谢谢